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當大家如果是星期六 我們不能預先知道 星期六會有行 元朗大有行 我們跟別人做了幾百個BNO 所以對不起 一顆老鼠齒 所有朋友都要Full Pay 一年 不能自動轉帳來享受這個服務 很公道 如果跟我去哪裡追你 只要我找小錢債追你一個月多少錢 這個世界很混蛋 記住我們BNO的日子是9月7日 而記住根據上次經驗 星期四我們應該是負債 上次有六百個人報名 我做了一百個 現在還有五百個人是等著做的 譬如今次又錯過了 我之後就這樣說 I'm sorry I am sorry 昨天自從我做完那一集BNO之後 大家猜不到究竟有多少個人 WhatsApp我 可能現在很多朋友很生氣 為甚麼今早WhatsApp我到現在都不回覆 昨晚我睡覺的時候 我盡量這樣回覆 因為我其實不關 不是說我盡量 是我的性格 我不Clear 我是不能夠安睡 甚麼叫Clear呢 回答別人的問題 把別人的名字輸入電話裡 你明白的 弄回一張圖 弄到兩點多 我四點多起床 就很麻煩 電話在兩點多至四點多時間 多了一百多人 首先我要這麼晚都不睡覺 那裡是真的 今早起床 三百多個WhatsApp 就是我九點多起床 的WhatsApp 下午回來我一邊看新聞 一邊做功夫的時候 一邊回答三百多個WhatsApp的時候 不斷WhatsApp 現在我們有六百多個WhatsApp 當然我們絕對沒有可能 做得到六百多個BNO 那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呢 第一 昨天我們sale得很精彩 第二 我們昨天是歷史性的新高 我們回去看他們Facebook 和他們MPV紀錄 不計的download 我們現場昨天有七千人聽 證明有很多新聽眾 是 OK 那你就是要 Forgive me Please OK 我是一定會盡量福利的 不過可能在這三幾天之內都未回復 而事實上 其實後面那四、五百個 我是做不到的了 那我是積極考慮 是不是可以聘請一些part-time 回來專門和你們去做呢 那我真的要考慮一下 因為除了別人的地方都是要的 有些朋友 已經確認了我 27日 我們那天將會開大動用四部電腦去做 但是由之後11點至7點 畢竟每一部電腦都可能 我們自己的經驗都會做三幾十個 其實四部電腦開 有些人生手一點 我現在只做了百多個而已 二百個都做不到 看看我們怎樣可以趁稍後 我想就未必再這樣做BNO日 其實都是要請別人來幫忙 因為我不能把中國的時間 放太多這些業務 Sweet TV那些 因為我們看報紙 我們看報紙